视频中被涂雷当场怒怼着的女孩 名叫瑶瑶 那么她究竟做了什么事 竟让涂雷老师得出 她不会有好下场的结果呢 原来瑶瑶的男友工作特殊 是一名航空安全员 所以经常会因为调班 而满中国费 这就让女友瑶瑶经常一人面对 冰冷的房间 陷入孤单害怕的循环 于是小张就想了个主意 在自己飞行的期间内 让自己带病休息的好兄弟 去照顾自己的女友 可谁料 正是自己的这个决定 给了女友背叛的温床 让自己的头上在不知不觉中 戴上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也为自己的女友敬和自己的好友 走到了一起 爱情和友情的双重背叛 让小张难以面对 你怎么发现这事 那天在家 然后她去休息间了 然后我拿她手机玩游戏嘛 别人就来一条信息 你点开里面的信息 我全看到了 也为工作特殊 小张一工作 就要连轴转 至少一个星期才能休息 而回到家的她 本来应该是放松状态 可是她却得知了 女友和自己兄弟在一起了 双重背叛一刹那 把小张压得喘不过气 然而最让她受不了的则是 女友的种种狡辩 可她根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那是怎样 在你发现之前 我和她就已经结束了 你跟我说那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啊 不想对不起我了 你的意思是说 在她发现之前 你们俩结束了是吧 对都已经结束了 虽说遥遥极力的辩解 自己已经和小张的好友 结束了感情 但是她的结束 并不能代表 这件事情的结束 毕竟他们在一起的事情 对小张实在是很大的打击 小张的痛苦要怎么结束呢 而遥遥又为何要做出 如此出格的事情呢 我跟她在一起 是因为有一次我生病了 晚上她飞行 我发烧发到39度多 给她打电话 一直打不通 当时我就特别需要人照顾我 而这次我是实在没有办法 特别难受 才给她的朋友打电话 然后她朋友就来到我家 带我去医院 原来遥遥一开始也是打算做空姐 与小张一起共同工作的 可是小张却不想她那么劳累 并且她也想要一回家 就看到热饭热菜 所以便要求遥遥放弃了事业 放弃了一切 安心在家里等她回来 可当遥遥都满足了她的要求之时 男友却没办法陪她 而是男友的朋友 在时时刻刻陪伴着自己 这让她心里极度空虚 所以当自己有事需要男友 而男友不在 她的朋友在时 遥遥就一时之间选择了对方 然而有句话说得好 我拿起枪就没办法抱你 放下枪就没办法保护你 小张不就是这样了 如今的她要出去挣钱 为女友准备更好的生活 可她却没有时间陪女友 若她要是能时时刻刻陪在女友身边 那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呢 而若人都因为寂寞 也为孤独需要陪伴 就可以随便交付真心 与他人在一起 又有何责任可谈的呢 我和她在一起感觉对她特愧疚 因为有一次她飞回来我们去吃饭 觉得三个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别扭 觉得心里对她有 我还请她吃饭 我还请她吃饭 我还谢她 把我卖了 我还给她 还给你们点钱 那不是这样是怎样 那你俩在一起的 我回来我回来 已经结束了 那是以前的事了 我还谢谢她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兄弟兄弟 在瑶瑶看来 自己还是爱男友的 她从未爱过那个朋友 她只不过是 甜不寂寞的一个替代品 况且在见到男友的那一刻 她就做到了回头事案 及时止损 所以男友就不该再为以前的事 来折磨她 况且到现在为止 她还觉得 自己虽然有错 但是错的源头 还是在男友身上 因为她飞行回来累的时候 除了睡觉 连跟我说话谈心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男友陪伴少 就可以去找别人 瑶瑶这种 对自身不负责 对他人不负责的行为 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所以主持人便怒怯小张 赶紧离开这个女人 可谁料小张还不愿意了 我 凭什么 你这是在折磨我 你知道吗 我折磨你 你怎么折磨我的 你跟她在一起了 你扭回头来跟我分手 我跟你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暴躁 一整生气的时候 家里能砸的东西 你基本全部都砸了 我那时候被你俩给逼的吗 我发泄不了 我怎么了 而且把我的手都捏清了 砸血管砸了 砸在我的腿上 浑身都是伤 我现在都是被你俩给逼的 你让我发现 那你也有折磨过我呀 当你发现的事情之后 我从那之后 我没有出去过 我一直待在家里等你 你每天回来 即使你不飞航班了 你悄悄地回来 你不会告诉我 你在看我 你一直在看着我 有没有在和她联系 就连我去楼下超市 买点东西 你回来你都发疯了 我没法再相信你了 把家里又砸了 你让我没法再相信你了 我怎么相信你 你都不相信了 你还不跟她分手 我干嘛要分啊 那你跟她分了 让我难受 她俩自己过去了 都说破镜难重圆 更何况是背叛这种事 并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把一切回归原点的事 所以两人最应该做的 就是分道扬镳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 表面装作相安无事 但一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爆发矛盾 反复折磨对方 对于这个问题 虽然瑶瑶已经强调千万遍 自己不会再和那个朋友好 但是小张显然是不信的 所以为了彻底解决这件事情 节目组便请出了 另一个当事人 我来这儿 真的 我也是无敌自容吧 咱们也是十几年的兄弟了 谁跟你兄弟 有你这样的兄弟吗 我想请求你原谅我 对不起 其实在台下的小季 内心就一直很煎熬 因为他自己也无法忍受 自己做出了这种 背叛兄弟的事情 但还好的是 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 他希望小张能够原谅他 但是原谅如果那么容易 他们就不会来到这里了 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小张 如果那个男人不是你最好的朋友 当那个事发生了 你会怎么解决 我会跟他分手 实际说你在乎的是他出轨 这个行为的本身 让你更加难受的是 他出轨的对象是你兄弟 对不对 对 那你这么折磨他的意义何在呢 他不让我好 我能让他来好 你现在就想折磨我到死吗 我怎么折磨你了 有你伤害我身吗 背叛这件事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都是无法接受的事 也是一生都无法消磨的痛 可是渊渊相报何时了呢 两个人互相这样耽误 互相这样折磨 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台下的徒雷老师 便忍不住发表了一些言论 年轻如果不挣钱 你会说我没本事 长得帅 你说我在外面风流 在外面挣钱 你说我不顾家 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了 我是需要他能多关心我 是 我承认在有些细节上 他做得很不好 但是这绝对不足以你 宏信出墙的借口 那老师 你平时在外工作的时候 你也会对你老婆 会 我说了会 我说了这点事他都不足 但不能成为你背叛的借口 动不动就是因为 你今天没陪我 我今天寂寞了 我就背叛你 这还得了 还有没有基本的道德情操呢 看样子你还是有点不服气 但是我想告诉你 女人永远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 否则就会因为错爱 而寂寞一生 不会有好笑 对 图雷老师的一番话 犀利地指出了摇摇犯下的所有错 也指出了他现在所经受的一切苦难 全来自于他自己 然而摇摇此时却还傲娇地表示 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全在于男友 并希望大家认同他的观点 可是即便是每个人 都会在人生道路上 走错那么一段路 但走错之后的及时悔改 及时转头认知到自己的不对 回到原本的生活轨道 这才是真正对的选择 摇摇走错了一段路后 虽急是回头了 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没有认识到自己走错了 如果他还是埋怨别人 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那么小张永远都不会放下心中的怨恨 放下对他的折磨 如果他能诚挚地向小张道歉 那么以小张对摇摇的爱 那他也绝对不是个死缠烂打之人 我跟他道过歉了 他还是一直来的纠缠不放 不对不对 你的状态不是道歉的状态 姑娘 你错了吗 我错了 哪儿错了 不应该背叛我们之间的感情 最不应该的是背叛的对象 还是他的好朋友 对吗 对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事情 做这么一个思考之后 你那种偏狭的 我就折磨你 那个就能卸下来 咱们不播种仇恨 好吗 曾经爱过 现在没了 你过不去这个坎儿 你放他一马 因为你爱过他 如果你真心地愿意宽容和原谅他的话 其实可以接纳 他已经对我很好 说开了原谅他呀 提出要求啊 这必须以后绝对不可以再有了呀 也可以呀 小伙子 还是挺爱他的是不是 是 当摇摇在场上 认真的向小张道歉之后 小张的内心其实也有些动容 而当主持人也感同身受敌 为他解决问题之时 他也在不经意间流下了眼泪 我以前答应过的一件事 我说过 无论你以后犯什么错 我都会等你 在原地等你 我都会把你带回来的 我不会让你错呀 这个 这是我以前答应他的事 但是今天我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 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放不下的 看得出来 小张对摇摇真的是 爱之身所以才责之切 就因为他对摇摇付出了感情 所以当他知道 摇摇不爱自己的那一刻 他内心建立对摇摇爱的堡垒 才会崩塌 虽然在这期间 他也在努力地劝说自己 不要介意 可是那些事却反复在他面前展现 他折磨摇摇的时候 又何尝不是在折磨自己呢 而如今 摇摇看着即便自己被判了 还愿意爱着自己的男友 也是说不出的悔恨 知道你爱他 但是真能做到那种宽容吗 墙上被钉了一个钉子 拔起来的时候 钉子就是有一个洞 要用多少东西才能填足呢 要有多大的爱和力量呢 你行吗 你还爱我吗 爱 我一直都爱你 有时候爱很伟大 能让人不断进步 但有时爱却会把人推向深渊 但好在摇摇漫漫在导师 还有主持人的教导下 默默流下了眼泪 他似乎想通了什么 然而不管导师怎么训斥 他人怎样劝导 最终的选择权 还是在两位年轻人的手里 知道在这件事情上 我做错了 我不应该背叛我们之间的感情 但是我一直 我都没有爱过他 我这种爱的人都是你 我只不过希望 你能像别的男人一样 平时多对我 多问问 多关心关心我 多照顾照顾我 多能体谅体谅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等着你的那种感觉 我只是需要你能多多地 关心我 也希望 你能翻过这一遍 也许你翻过 但是我不怪你 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反正不管 你最后你圆不了吗 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回来 因为我爱你 瑶瑶 我放不下你 但是这件事在我心里面 像一根针呀你知道吗 拔不出不来 我放不开你 对不起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那么任性 我们像以前好好的好不好 场上 瑶瑶真诚的悔改 让小张气不成声 或许她折磨瑶瑶那么久 折磨自己那么久 就是在等瑶瑶的一个 真诚的道歉和悔改 所以当她真的得到了之后 看到了女友的悔改之后 她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原谅 其实 真正的爱情 是要懂得珍惜 没有谁和谁是天生就注定在一起 一辈子不长 能遇心爱的人 是多么幸运的事 为何不紧握着她的手呢 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并不丢人 心里明明知道 除了她外 还会有更优秀的人出现 可是一个人不能这么贪心的 一颗心需要另一颗心坦诚相待 这样才可以幸福 那么